这个第十一章的Agents 那等一下我们来逐一来了解相关的那个Agents的原理 还有它的优缺点 优点跟缺点 那它需要有一个叫Screen Manager的控制项 还有一个Update的Panel控制项 等等这几个 那这里面的话 有一个多一个这个Timer的控制项 我觉得这个Timer控制项非常好用 以往在那个视窗的环境下才有Timer 你才可以去计算 你才可以去控制那个时间 可是Agents里面以前是不行 以前要控制时间 你要去更新 这个更新网页的部分 是比较麻烦 那这里它多了一个这个Timer的控制项 那另外还有触发多个Update的Panel部分 等等的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后面陆续续再跟各位做介绍 首先的话 先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叫做Agents 那这里的话 其实之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空这个 这个 这个Agents产生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当然在在早在早期 我们主要要不就是把你的那个程式在server上面执行 要不就是把你的程式在client端执行 也就是变成说如果你通通像早期如果是你是ASP或AFCP打内测的话 都是在server上面做做一个执行的动作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全部都依赖server的话 那很容易就是server部分 那loading太重了 所以呢就开始是思考说那是不是有些部分可以在client端执行完毕呢 再给一些讯息 那server再去做后续的处理就是分工 有些部分的话在client端执行有些部分呢在server端执行 那怎么去做控制啊就会有这个Agents的这一个产生 那这里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理想的使用者界面应该是呈现使用者需要的内容 那其没有使用大部分内容可以依使用者设定来隐藏起来 让让使用者可以专心的操作他关心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也就是说呢你使用者界面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呢那你的如果全部都 这个依赖于server端